接下來是特別一個動腦時間 然後問了一些很愚蠢的問題 這個愚蠢的問題在萊雅國中的看考上出現過不止一次 他給了你一個日全時的地點 觀測地點跟持續時間 給一個月全時的觀測地點跟持續時間 然後問了兩個問題 而不是兩個問題 就是這邊問了 就是頭兩個問題 就是萊雅國中的考過不止一遍 請問你 誰的觀測範圍比較廣 日全時還是日偏時 停車 戰戒問 不要舉手 你剛剛打過 我不要再舉手 你剛剛打過 我要給別人機會 別人叫做12號 12號 12號 來 誰的觀測範圍 觀測比較多 比較久 哪一個 月全時 請坐下 月全時的觀測範圍廣 請問你 誰的觀測時間久 我說過這問題很蠢 可是藍雅考過不止一次 好 賽哥拿25 25 25 站起來 日全時 日全時 很好 他果然騙你 請坐下 日全時 當然是月全時啊 你看表就知道 一個一分無四 一個一腳三十一分 誰比在久啊 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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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誰的觀測範圍廣 誰的觀測時間久 這個 藍雅的段考 考過不止一次 不考這個 夠純吧 OK 就記住就好了 好 為什麼會這樣 你最好不要說你會 你們的參考書 你們的參考書 通常就建議寫什麼答案 地球影子比較大 月球影子比較小 這個是事實 也是原因之一 但不是主要的原因 不是主要的原因 什麼叫做日時 月球的影子落到地球上 地球會動 月球會動 月球讓地球動 一圈二十九天 二十七天 地球轉一圈只要一天 所以當作月球不會動 月球影子不動 地球自轉 轉進影子 發生日時 轉出影子 日時結束 因為地球轉得很快 所以進出時間很短 所以可觀測的時間比較短 要月球影子的人 才能看那件日時 月球影子比較小 所以看的範圍就比較小 當然影子大小 但影子如果越大 觀測時間就會越長 所以會跟什麼近地遠地 會有一些關係 我們就不管它 什麼叫月時 月時是月亮走進地球 地球會動 公轉一圈三百六十五天 月球會動 轉一圈二十七、二十九天 所以當作地球不動 地球影子不動 月球走近影子 發生月時 走出影子 月時結束 這個繞一圈的是用 二十九天算 二十七天算 所以走得比較慢 所以花的時間比較久 當然地球影子比較大 也是原因 大家有沒有聊到原因 所以不只是所謂的地球影子小 地球的影子大 月球的影子小 不只是這樣的關係 還有它轉得快慢 進出影子 轉得快慢 出影子的時間有關係 好 那我剛才講過了 因為世界上只有一個月亮 這個月亮被遮住 只要是看得見月亮 它被遮住 所以可觀測範圍會比較大 兩兩大 所以就是為什麼日時的觀測時間短 觀測範圍小 月時的觀測時間長 觀測範圍大 這樣OK 好 聽懂嗎 就是日時跟月時的原因 是這個樣子 懂日時就好了 你也不用一個字不弱照抄 你懂它意思就可以了 你們參考書給你寫 答案是不完整 不完整 不完整 最後一個叫沙羅週期 日時跟月時 都是日地約三者之間的角度位置關係 他們各自有各自的運動 所以會有一個最小功倍數嘛 經過一個最小功倍數 又重頭再來了 叫做沙羅週期 大概18年又什麼多天 大約19年 大約19年 所以很多人 不是每一個人 因為它不是剛好19年 很多人不是每一個人 每隔19年 你的農曆生日跟國曆生日 就回到跟你出生那天一樣 同一天 那一年只能過一次生日 不能夠過國曆過一次 農曆過一次 那兩個人同一天 那因為沒有乾保學的會差一天 今天國曆明天農曆這樣子 今天國曆明天農曆這樣子 不用玩國曆 所以每隔19 你可以看到你 你19歲那一年 19、38、57的時候 是不是國曆跟農曆是 跟你出生那天一樣 同一天 好 又要沙羅週期 所以每天過一個沙羅週期 就會重複出現 所以日時跟月時也會重複出現 在一個沙羅週期裡面 以地球的眼光看 可以發生40多次的日時 發生20多次的月時 所以日時多還月時多 日時多 但是你在任何一個地方做紀錄 紀錄我看到日時了 紀錄我看到月時了 誰多 月時多 為什麼 因為日時的可觀測範圍小 月時的觀測範圍大 今天有發生的日時 日本看到的 我們 不見得看得到 本人說今天有個月時 日本看到的 我們一定看得到 我們應該說一定的 所以正好卡在那個月初的那個 校界的地方 我覺得我們應該可以看得到 所以任何地方做紀錄誰多 都是月時多 因為月時的可觀測範圍大 可是 用地球眼光看 誰多 日時多 叫做沙羅週期 OK 讓你能夠理解一下 這裡有人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提醒客人願醒